哈喽大家好 我是广司小凤 刚刚去我姐那条村 买了两袋礼品 准备送给小安 因为昨天她不是给了我一个红包吗 我肯定要回离山 本来想买果的 但看这个果不新鲜 就买了两袋礼品 我跟她说了 在这等一下她 就不让她去我家了 这样的话不好 在这等一下她 现在呢我已经到了我们椰的这个地方了 我跟她说了 前面有个十字路口的 我在这个马路边这里等她 应该找得到她 这个十字路口一转完就到了 哎这边这边喜欢这边 这边对对对对转过来 对对对对 这边这边 小凤 哎 新年快乐哈 新年快乐 你这个是怎么用心 哎对啊 对啊这个 这个 我给你买的这个礼品拿回去给你爸妈吃 拿回去给你爸妈吃 你 啊 里面有很多种的 还有这个 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 你拿回去给你妈 厚厚 对啊 有点不好意思哦 拿那么多 没事 不然你还吃了 不用不用 我家里面有家里面很多 你拿回去给你爸妈吃 然后到时候你上广东可以 这个广东那边没有卖的 只有我们青州这边才有 嗯 拿回去给你爸妈 你弟啊 他们都可以吃 我本来想买点水果了 不然现在人家都没进货 那些水果都是年轻的 不新鲜 我就没买了 就买了两盒这个 嗯 很好吃的 来吃吃 尝尝这个 这个是好不好吃 这个 这个是我从我家里面拿的 这个抹茶味的 抹茶味的 嗯 吃啊 好吃吗 很脆哦 是啊 这个很脆很好吃的 什么时候上广东啊 还不清楚啊 还不清楚啊 对 到时候你上去 你提前跟我说嘛 我再拿一点 我们这边的土特产给你 可以 到时候 你这样有点不好意思啊 让你拿那么多 没事 哎呀 我们这边也自己自扎 种的这些没事啊 像甘蔗啊 到时候我砍一捆给你 还有 我不是要跟我姐养鸭的吗 到时候你抓几个鸭上去 你就是去之前 你跟我说 上马提前跟我说 嗯 如果不提前跟我说 那个鸭抓不到的 你家里面有没有土鸭 有没有羊土鸭 今天 没有 没有 那到时候 我去我姐那里抓两个给你 这个好像有点干了 去吹干干了 哦 没有 没有带水过来我 有没有甘蔗 这里没有啊 这里这里没有 嗯 还想怀念小时候 搞点甘蔗吃呢 这里没有甘蔗的话 要在里面里面了 哦 等着再吃吧 这个有点干 多吃了吗 没事 这个你回去记得给你爸妈盒 你知道吗 但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就送我里那么多 没事就两盒哪里多嘛 我还嫌少了呢 两盒又不多 还嫌少了 本来想多买一点的 那里没有了 卖完了 这都是过年年前 一个马盒来卖的 然后现在也准备半年了 没有什么 你记得上广东之前告诉我 好 到时候我们一起出青州吃顿饭 我今天没时间 等下呢 我还要去我鸭拉猪 那边 看上我那些猪 我鸭已经很久没看了 你看也好 不然都被什么老鼠咬死了 怎样 不会不会有老鼠的 我姐会看的 过年这几天呢 我不是回我爸妈那里吗 然后就交给我姐 你就是 看嘛 你看哪一天 然后去广东的话 就提前跟我说 我拿点土特产给你 然后 抓两个鸭上去给你 这个鸭可以放车上吧 应该 鸡鸭这些 可以啊 但是要挖个洞 不然我会洗掉我的鸭 我知道 让它透气 我知道 你想吃甘蔗吗 都没有甘蔗了 都烫完了 甘蔗里面也有 然后对面也有 对面那里也是我姐家的 要吃吗 吃的话我带你过去 拔一条 等一下吧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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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买水了 是啊 没想到今天天气这么夜啊 对啊 这边是有点热 我青州这边 三二十多度吧 二十二好像 这个记得给你爸妈吃啊 好 我会带回去的 你吃啊 尝一下 吃了一半了 有点口渴 等下再吃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 收到你孩子送的东西呢 没事 这个又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 这个是礼品来的 这个 这一箱要几百块钱吧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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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钱这些东西 你拿回去给你爸妈吃就可以了 拿着拿着 来来拿 好 那我先放到车上了 好 那你先放到车上吧 等下我再带你去那个砍甘蔗 今天有点不好意思什么都没带来 没事没事 等下我去带你去砍甘蔗 那那我先放到车上了 好 好 可以可以 终于收散了 这个小安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不会收散了 因为昨天他给我了一个红包 我今天肯定要回点礼 本来我想买水果 还要多买一点的 但全部都没被买完了 因为这些都是年前 别买的 然后现在都快过完年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很少了 就剩两箱了 都被我买完了 全部被我买完了 他说他想吃甘蔗 现在我带他去砍甘蔗吧 因为今天实在是太热了 他在对面等我 等下我去拿把刀 带他去砍甘蔗回去